早上! 朝点视频 沿途有方语的时间 今晚见到方语 师父 大家好 师父 之前一直跟我们讲一些关于八字 命理的基本智识 经开计 我们也讲了都一整年了 不止一整年了 只剩下課,講一下其他的知識,又教我們,讓我們上課課 對啦,講一下基本事,當中認識,教貧傑有坐在一起的時候,最好是吹一下水 接著又說你的鼻漂亮不漂亮,你的眼睛漂亮不漂亮,你的唐眉正不正,即是有些事講一下 其實臉上基本事,個個都是兩唐眉,對眼,兩個鼻孔,一個嘴,兩隻耳朵 面型有些方,有些圓,有些長,都是所謂金木水果圖 而面相裏面來講,有一部分就一定要認識,認識了這部分就很好玩 就是那個什麼叫做榴槤,榴槤運氣八歲圖 我們叫做,這些,學面相的人基本上個個都要認識的了 那他有個歌仔唱的,那些歌仔又挺順口的,我們叫做這些 學面相的朋友,雖然面相就沒有八字那些要推理 但是他那裡來說,就這樣說,起碼記得榴槤部位 這個部位好不好 美不美 你哪一年有什麼問題 玩得厲害的人就說不出謊話 玩得厲害的人 人家騙你一看 這個人說話沒有他討厭 不用理他了 有時我們就說 看看自己的部位是不美 哪一年有事 他就不用像八字那樣 又要找喜忌 又要寄好多東西要推你推出來 他手掌眼見功夫 見那樣就說那樣就行了 那這首歌仔怎樣唱呢 在螢光幕那裏 大家會見到有個公仔頭 這個公仔頭裏面有些寫著 什麼拳啊 很多數字 每個數字有些名字名稱 那些數字就是那些歲數 歲數 名稱就是上學上給他的名稱 代表了多少歲多少歲 認識這些東西看上去就沒有難度了 我們現在嘗試說一下這些東西 希望增加一下網友的知識 或者興趣 推廣一下我們中國的面相學 都是一件好事 我們叫做 好了 那那些歌要怎樣唱呢 他說 玉色流年運氣行 如果你想知道運氣好不好 哪一年有事 哪個歲數有事 那你就要認識這個歌仔 認識這些部位 他說 男 左 女 右 各分型 原來在面相裏面來說 這個很重要 男 左 女 右 我們中國人是男尊女卑 男 左 女 右 原來我們的左手面 代表男人 女性 右手 右手 右邊 代表女人 如果看流年部位 就要分開男 左 女 右 譬如 男人 左 耳 是一 二 三 歲 女 仔 左耳才是二 三 歲 即是說男 女 有別 要分開來看 千萬不要口缺 左邊 一 二 三 歲 男 女 也是 千萬不要 要分開 男 左 女 右 男 姓 左邊 是先天一 歲 兩 歲 三 歲 女 仔 右手邊 先是一 歲 兩 歲 好了 跟著下面那句 天倫 一 二 就是初連環 甚麼是天倫呢 原來你的耳朵外殼外面 那裏就叫天倫 上面頂頂那裏 代表一 歲 兩 歲 所以天倫一 二 初連運 如果是女 仔的 就要調轉 右耳的頂位那裏 就一 歲 兩 歲 要分開 好了 三 四 周 流 至天 城 原來天倫 上面數一 二 歲 兩 歲 去到耳仔的輪廓邊那裏 一路數下去 三 歲 四 歲 一 二 三 四 即是在耳邊那裏一路數下去 對啦 他說天倫 垂 垂 五 六 七 意思就是說原來 你的耳仔頂一歲 旁邊就兩歲 中間的邊位那裏 三 四 五歲 而下到耳朵那裏 六 七歲 即是你這隻左耳 長得漂亮不漂亮 長得漂亮不漂亮 漂亮的 一歲到七歲都沒問題 如果不漂亮的 一歲到七歲又有問題 甚麼叫做漂亮不漂亮呢 如果你的耳仔又厚 又肉 又有耳珠 你小過便好 如果你的耳仔又削又薄 或者我們叫做沒有肉的 那你小過便不可以 那小老子沒有說不可以 父母辛苦一點 如果女性來說 就是說 右邊的耳仔 就是她一歲到七歲 都是這樣看 好了 八 九天論 知意上庭 原來 八歲 九歲 去回你的男性 就去回你的右手邊的耳仔 最頂的位置 就是八 九歲 所謂的天論 就是知意上庭 人論十歲及十一 就是告訴你 你的右邊的耳仔 中間的邊位那裏 就是你的十歲及十一歲 倫非確返必相贏 那什麽叫倫非確返 那什麽叫倫非確返 見到有些人的耳仔 那裏面的確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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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返 是反出來 家境就不是那麽理想的 所以他說倫非確返 必相贏 那這時候 父母就不可以了 小時候家或家境就不可以了 那十二、十三並十四 那原來他說 十二、十三歲及十四歲 在哪個部位 原來他說 地倫朝口受康嶺 那意思就是說 十二、十三、十四歲 就在你右邊的耳朱部位 那如果又大又美的 還要雙豬朝海口 意思有個耳朱很大隻的 凍了下來的 如果它凍到嘴那裏就定不定了 那他說就受康嶺 又長壽 又有得吃 身體又好 那即是說 在面相學來講 原來那對耳仔 就是主理的小孩的運 和家庭運 好不好了 我們叫 左倫一歲到七歲 右倫八歲到十四歲 如果我們叫做口肉、靚、有耳朱 你家庭的家庭環境 就不會太差 我們叫做有耳朱的 一定比沒有耳朱 有耳朱的人 小時候物質的東西會比較多 沒有耳朱的家庭會比較差 如果加上輪飛鶴犯 那些物質性的東西就會比較少 如果你看到一個小朋友 耳朵又有口肉 又有耳朱 他身體都會好一些 都會強壯一些 如果我們叫做輪飛鶴犯 耳朵又薄 他小時候的身體都會差一些 所以如果做父母 生了一個小朋友 看見耳朱不夠肉 或者輪飛鶴犯 你就要看緊這個小朋友 他身體會差一些 傷風感冒都會多了 如果在那些部位 例如天輪一二崩了 不理想 他小時候可能有病 或者有些什麼 如果去到八、九歲的 游椅那裡 或者十歲那裡 有些崩了 或者生得不漂亮 他有些有機會 跌親整、親意外性的事 就會發生 我們叫做 所以一對耳朵 在上學來說 是關乎到一個小朋友 一到十四歲的時候 他的身體狀況 他家庭環境好不好 他父母有沒有賺到錢 有能力給他一些物質性的東西 我們叫 所以 你的耳朵在上學來說 是很重要很重要 什麼叫好 大隻有肉有耳朱的 就叫做好 什麼叫做不好 耳朵薄倫飛覺返 沒有耳朱 你看到 我小時候很辛苦 所以在上學 你的形態 生了出來 你就騙不到人了 我們叫做 如果大家對面上學有興趣的 就記得給個LIKE 我們繼續說下去 我們繼續說下去 如果覺得 師傅 說八字好 沒什麼興趣 不要緊 都可以留言 我們中途腰斬 不要大家在這兒悶 所以都是要你們支持 如果OK的 就給個LIKE 我們繼續說下去 下次 下一集我們繼續請教 方榮師傅 我們叫做 好像有些網友留言 趁現在有些時間 就解答一下 好 我抽了一些 有些觀眾的問題 其實你有其中一集 有些網友說過 官殺太旺 就影響女命之源 那一集 有個網友問 如果官殺透出 但沒有根 不過有才 那又怎樣 官殺太旺 無根 你又有才 你只要新強新弱 如果你新強 用才生官殺 沒有問題 我們叫做 只不過我們古人認為 官又代表老公 殺亦有個男人 一個女人 又有個老公 又有個男人 我們古人認為 這些女性的命 就不好 我們叫做下 因為始終都是這樣 女人從一而終 你想一下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女人 和一個男人 生了一個 外面和另一個男人 又生了一個 這個世界就很亂 近親繁殖是很麻煩的 所以古人認為 女人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叫 這些 後體 下 好了 這個八字 要說一說 有四處 幾醜年 丁醜月 任子日 幾有事 我相信是男命 因為他是男 他就想問 這個八字 是否適宜管人 能不能夠管人 是否適宜 他是 幾醜年 幾醜年 即是2009 然後就 丁醜月 就丁醜月 任子日 是的 幾有事 就幾有事 即是這麼說 這個八字 如果格局來講 就叫政官格 官多化薩 我們叫他 人生來講 這些楚陽印 就是好性 貪財 我們叫做 如果你說八字來講 在性格上 這些人都是叫做 不須得好勇 鬥肯 那你兩個幾土 我們叫做 官多化薩 財身薩黃 這些人做事 都是一些 不是這麼 根規矩做事的人 有些亂 要做就做 所以 如果在八字那裏 官那裏是管人的 他有少少統領能力 但那些統領能力 他不是正規的統領能力 就是有些亂來 因為官多化薩 這些都類近有少少陽印架薩 可惜他沒有木管住那些官 所以做事 我們叫做 有機會有頭無尾 或者官殺太強 有時人生鬥氣 不跟正路 不跟規矩去做事 被管那些人都很淒涼 嗯 嗯 師傅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問最後一個問題 有個網友他問 如果女命的時柱和日柱 各有一個食神 接著月柱就有一個雙溫 這樣算不算多呢 是不是會影響到婚姻呢 你自己坐食箱 即是吃多就化相關的了 這些來說 我們叫做多多少少 都是有多少影響到婚姻感情那方面的了 這些 那你那個相關坐時辰 可能你子女會聰明一點 但是相關一定制官的 變成這些女性 年紀了那麼多 那他就會不會理男人的了 不要說放他眼不眼耐 不會那麼有空理男人的事的了 我們叫的 因為他相關制官 管得你能聽我說的就管理 管你不懂我便對子女好 我便不理你 那變成感情那方面都差一點點 是啊 女命相關福不振 相關會身材 那你相關身材的 那你便可以賺錢 我們叫做 那身弱就辛苦的了 身裙都更好些 那如果你說頭相關是子女的 那子女坐回子女位的 那些子女就好些了 我們叫 但是相關始終都是制官的 始終都是制官的 婚姻感情那方面 始終都是差了一點點的 所以如果有些觀眾有些網友 有疑問 在命理的知識上想請教師傅的話 不妨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都會不定期抽出來問問師傅 可以沒問題的 你叫我寫出來 就因為都有點忙 可能沒辦法 或者逐個逐個去回答 這些 所以網友都要見諒一下 這些 但是最簡單的 如果真的想知道自己的未來 運程會怎樣的話 影片資訊欄有師傅的聯絡方法 可以聯絡一下 找師傅看看 究竟未來的運程會是怎樣 都可以的 好 下一集繼續請教方明師傅 好啊 好啊 拜拜